什么道具看着墙实际却很弱呢 小伟游戏说吃鸡知识多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伟 吃鸡底的物资道具是越来越多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看着墙实际却很弱的三个道具 一空袭定位一 这是和平金火力对决的专属武器 使用之后能在指定区域召唤一块轰炸区 轰炸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东西 看着确实很强啊 毕竟轰炸区可是一击必杀 可真正用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使用时间太长 要很长时间才会轰炸 敌人看到小地图轰炸区出现了 肯定就跑了 谁站在那里傻傻的给你炸啊 真的是很弱 二喷火枪 这是曾经暗夜危机和突变矿场的专属武器 使用之后可以向前方喷射火焰 来射玩家或者丧尸 射后丧尸还好 感觉还可以 可射玩家你就想多了 伤害远远没有枪械高 而且还必须近战突脸时使用 因为射程太近了 用过才知道有多鸡肋 三测瞄准镜 官方当初上线测瞄准镜的设想是好的 测瞄准镜用来打近战 然后主瞄准镜选一个高倍镜来打远战 可实际使用起来测瞄准镜太难用了 开镜后视野这浪严重 使用主瞄准镜还要切换 远远不如红点好用 因此很多玩家现在看到都不减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